各位朋友,大家好 剛才聽完財政司司長的財務報告 今日陳智思先生去了環局參加 香港貿易經濟辦事處的開幕典禮 所以由我作為行政會議成員的一份子 跟大家講講我的看法 剛才財政司司長都講了 香港今日經濟的情況是比較複雜的 在過去一年全球差不多是同步經濟放緩 香港也並不例外受到一個外來外圍經濟的影響 在去年2018年四個季度裡面 經濟的增長是逐季減慢 由第一季的4.6%的增長 到最後一季只有1.3%的增長 相信今年的第一季都會是比較困難的 整年的經濟增長的預測 現在財政司司長估計是2%至3%之間 在這麼複雜的一個經濟環境之下 它並沒有減縮政府的開支 這一點都是幾重要的 因為如果在一個不明朗的情況之下 減縮政府的開支是會更加拖慢了香港經濟的增長 它是在比較穩健的情況之下 也都是比較精準地提出一連串的措施 它的主旨就是撐企業、保就業、穩經濟和利民生 我相信它在這個財政預算案裏面 是提出了很多的措施是支持它的主題 在產業方面它特別花很長的篇幅 在金融服務業和科技創新 這兩點是施政報告的一個重點 亦都是香港發展的一個方向 它今天的展示 不但只是個別政策的講述 而是比較有遠景、有藍圖、有策略式的一個表述 我覺得這一點是值得留意的 在利民的措施方面 它也是繼續了過去幾年 在利得稅、個人身奉稅等等方面的猜響等等的減免 雖然那個數額是有所減少 這是因應經濟的情況而作出 另外在長者的津貼、長澤人士的津貼等等 亦都是繼續的 在醫療服務方面它這次特別是著迷 就是增加了經常性的開支 是7億元給醫管局 一方面是對我們不眠不休的醫療 特別是前線人員努力的一個認同 亦都可以合理地提高一下他們的回報 在藥物的明冊方面 它提供了4億元的經常性開支 是幫助可以擴充藥物明冊所包括的範圍 令到一些比較稀有病例的市民 是得到一個援助 它也是提供了50億元 是加快更新和設置、添置新的醫療設備 特別是對一些比較困難的疾病 是幫助他們的醫療 總體而言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收支平衡的預算 雖然在數字上 它有160多億在預算上的盈餘 但是大家都知道 在會計制度方面 它作出一個匯撥 是將這個房屋儲備的二百多億 是回撥回來這個經常的項目裏面 因此整體來說 基本上是一個平衡的預算 我覺得這個預算是我們應該接受的 因為在這麼困難的經濟情況之下 仍然可以提升一些資源 是在經濟裏面發出一些動力 亦都可以作出一個穩經濟和利民的措施 周先生其實想問一下 其實今年的預算有很多資源 都活在大灣區的規劃上 九年來首次沒有增加任何面穿壓力 你是不是偏重在大灣區的發展這麼多些呢 我想今次的大灣區當然它是有回應 其實它對於整個施政報告的政策 都是作出一個全面性的回應 但是不是這麼多 是直接放在大灣區裡面的 它綁的資源主要都是發展香港的產業 例如農彩一筆的就是科技的發展 或者是金融服務的發展 因此這些是投資香港的未來 在一個財政預算案 我想我們都要平衡一下 一方面是紓困幫助市民度過困難的情況 另一方面都需要投資去未來 但其實一看明年那個盈利預測 其實只剩168億如果計算房屋儲備匯 其實是虧的 其實明年經濟是否差成這樣 另外我想問周先生 你本身都是民族黨三人小組其中一個成員 在審的期間有沒有聽過中央任何的聲音 以及今次中央給封信和交報告 你敢不敢向中央很關心這件事 或者給一個壓力給政府 第二個問題是因為行會的事情 我不能夠公開 因此我不能夠正面回答你這個問題 對於公銜的回應 昨天特首已經作出 有一點我想作出 因為公銜的發出 是在特區行政機構所有決定作出之後才會發出 所以我不覺得對特區政府造成任何壓力 第一點你是否想問 那個盈利預測好像很低 計算房屋儲備是虧的 沒錯 如果是剝開了房屋儲備的回撥的話 數字上會見到有44億左右的赤字 但這個數字是非常小 你可以說是 基本上是一個收支平衡的預算案 其實政府的 我想理財的哲學 政府不是要賺錢的 政府是有一定的儲備 來應付不時之需 當經濟是很差的時候 他仍然有辦法提供一些援助出來 但政府的目的不是賺錢 錢應該是留在民間 應該在人民的手上 這些是人民的錢 因此 收支平衡其實是一個相當好的預算 反而我覺得 盈餘太多的預算案 是會阻滯這個經濟的發展 想問一下 在這樣的經濟情況下 還應不應該去投資很多錢 在基建上 好像明日大約這樣的計劃 另外 你說錢應該放在人民手上 這次 譬如醫療在醫管局 都是多了7億元一年 每年的經濟性開支 你覺得這些還足不足夠 淡不達到你所說的錢 在人民手上 我想這個明日大約 首先來說 大家不要太著重在成本 很多人說明日大約是很多成本 因為你要去投資去填海 但你不要忘記填海之後的地 第一是被市民居住的 第二 亦有賣地這個過程 我從來見到以前 香港也好 外國也好 包括新加坡等等 當你是填海造地的時候 是會有一個大量的虧損的情況 因為事實上 地價的收入 是會覆蓋超過通常你造地的成本 這是第一點 在醫療方面 我覺得 那7億 也好 4億也好 50億也好 這個是差不多一個 及時雨 短暫性的一個舒緩的方式 是真是未必能夠解決 長期的人手缺乏的問題 在醫療方面 長期的解決 人手缺乏的問題 必須要從基本著手 即是培訓更多的醫護人員 以及是開放給其他合資格的海外的醫護人員 特別是香港人在外國 讀醫 或者摘醫的子女 是回港服務 才能夠長遠地解決醫療的問題 我覺得 我覺得 計程度成功 有很好的 相關 在使用渡市民 支撐的經濟 支撐的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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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支撐的工資 支撐的工資 凡個地獄 我認為 這是很好的 相關的 這類型的工資 我沒有看 其實 我認為 有很多錢 借金的資格 投資金 如果你看到它仔細 但是主要有很多錢是投入香港的未來 例如科技、技術、技術、金融服務等等 以及提供提供人士需要幫助 好嗎?是這樣的,謝謝